炎雅倫日前卷入MeToo風波 身影近半年 不過他最近又開始更新社群動態 為自創品牌宣傳 讓大家好奇是不是準備付出了 而節目害營業中第三季 昨日釋出成員的應徵影片 用經典名畫來提示六位成員 其中第六位帥哥的口頭禪年質担當 引起眾多討論 不少網友懷疑會不會就是炎雅倫 也有粉絲在留言區大玩猜猜樂 認為第一位敢不用我 不是姚元昊就是吳宗憲兒子露西派 第二位嘴很巧的女生提示太明顯 應該就是莎莎沒錯 而我什麼都會的熟男 許多網友認為是郭哥郭洪志 謙卑不醉先生則是浩子 第五位我最值錢 調皮的嘴巴疑似是張立東 而最令人期待的顏值擔當 許多人才是鬼鬼 第三季的華麗陣容引起熱烈討論 不過也有網友提出疑問 知道土聰康怎麼不見了 還有粉絲仍舊敲碗 希望有炎雅倫 大家對亥營業中第三季的陣容 有沒有期待呢 Point 你說 雅倫 看 雅倫